大家好 我是天狼 今天来讲一下树月季的修解 那么为什么拿两颗呢 因为这两颗是同样的一个品种 我们采用不同的修解方式 给大家分别来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要知道 你修解要想达到的效果 就是你明天春天要达到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什么样的目的 而既然呢 这一颗树月季 我明天春天也想让它开这么大一重 你看这些残花 同时开个三五十多花 那我们怎么办 想开这么多 那么我们看 它的分叉就在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修解 明天春天就长这么高 差不多留个20公分 高度我就想让它跟现在一样 灌幅也想跟这样 那我们就想办法向下缩个20公分 它推平上系就完事了 这是一种修建模式 这个树冠挺圆润饱满的 没啥问题 那么这一颗我要这么借 那么这一颗呢 灌幅好大 我家里没有那么大地方 它这个摔车同时能开个三四十多花 但是我家里没有这么大地方 塞到这个里面 它第一 灌幅的也太大了 我想让它矮一点 矮一点 那我们就把它枝条留着胶 计算一下 从你修剪的地方到明天开花 留个20到30公分就够了 所以说我们看 我们先把它的高度落下来 那么第一步就是把高度剪好 那么第二步是把细弱的枝条剪掉 第三步看看哪个地方重叠枝 修一修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管你这个是价截 一个价截点 还是价截两个价截点 我们看这个蔷薇之前这个杆子 它都会枯掉烂掉这个头 我们尽可能把干枯的地方剪掉 因为你修剪完了 明年春天这个苗会旺盛生长 所以说它这块伤口会愈合好 会包起来的 那你不剪掉的话 指望它自然烂掉要好几年 你剪掉了 明年一年可能就包好了 这也是一个修剪 树月季 树月季相当一个盆景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当然我们正常栽的其他月季 可以不用考虑这一点 好了修剪就这样 那么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我们采用不同修剪的两颗 同样都是一个品种的树月季 明年春天带来啥样的表现 我是天狼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来树月季